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阿如果都沒有呢 就真的不行 然後要完成就是吃頭痛藥了 所以不得已還是得吃頭痛藥 就是因为你可能还要继续要工作之类的 对啊 而且那时间根本就没办法看医生啊 上班时间 对啊 好 那志余姐呢 你刚刚说看了很多医生也没有用 对不对 那如果你真的遇到头痛 你就怎么解决 我通常我不喜欢吃药 不喜欢吃药 嗯 我就靠睡眠 靠睡眠 就可能当下头痛 赶快去休息一下 对对对 然后来缓和一下 可是睡醒之后头有比较好一点吗 有舒缓很多 所以医师如果说真的我们当下 如果说像嘉犬她不能当下去看医生 然后或者是志余姐她说用选择去小睡一下 这样会对头痛有缓解吗 是 是这样头痛就是因为脑细胞 它已经没办法在承受我们的工作了 所以说强迫我们用休息来缓解 她也是提醒我们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在工作下去 该休息的就是要休息 不要再硬撑下去 不然硬撑下去来讲是两败俱伤 工作也没做好 你头还是继续在痛 这样反而得不偿吃 而且做的没有工作效率 对对对 所以我听过很多 像我之前也遇过一个朋友 他也是 几乎常常也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 就会头痛 然后变成吃止痛药吃到习惯 从原本的一颗到两颗到三颗 好像似乎都没有感觉 所以吃头痛药到底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 那如果说不得已 你必须吃止痛药的时候 那我还是建议说 第一个你止痛药有买到了 或是在医生那边有开到了 你要放在小孩子拿不到的地方 甚至你包装上面这个剂量 药名服法 要每个药袋这样写得很清楚 才不会说拿错袋子拿错药了 这个服法也不一样 这样来讲反而适得其反 对对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吃止痛药的前后 那不能喝到酒精类的东西 因为酒精会增加一些 药物的一个毒副作用 止痛药的一个副作用 对这样对肝肾毒性法会增强了 好 再来第三个 长时间服用止痛药 即使是标准剂量 也会引起肝脏和肾脏的损害 没错 因为止痛药的代谢途径 就是从肝脏 不然就是从肾脏 那长时间单一剂量的使用来讲 肝肾腹会比较重 那这样来讲 不太适合这种长时间的使用 所以这样子吃多了 基本上是不是我们人体 对这个药的反应也会开始 没有作用了 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 从吃一颗吃两颗到吃三颗 等于是似乎他没有办法去吸收这个药的 没错 止痛药的使用 它会随着说我们人的承受 例如这样的一个剂量 我已经能够 就很快被肝脏代谢掉 也许这个药在肝脏 可以要经过六小时才可以代谢完 今天他常常有这个药的使用 他可能三小时就把它代谢完了 换句话 这个药应该六小时才会没有效果的 结果在三小时之后他就没有效了 那为了这样子 那病人可能不知情的情况下 想说油要不好 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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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变成说 就是刚刚石小姐讲的 一直加重 加重到肝肾肾可能没有办法复活的过来 好 再来预防严重药物的反应 长期单独服用止痛药的时候 会造成胃出血的可能 这么严重 是 我们在止痛药的服用 几乎都是以口服为主 那口服到胃里面之后 很多药物它会造成胃酸更多的制造 甚至会破坏胃的保护层 黏膜的保护层 所以后续来讲很多人就变成一个 刚开始可能是一个比较前期的胃炎 那如果刚好你水喝的不够多 那药物没有很快的溶解开来 它变成黏在胃壁上面 那很多药都是酸性的 会造成一个侵蚀 所以说如果说吃了之后 胃不舒服然后讲 那可能这你服药方法 要跟医师讨论一下 或是说你服药方法 尽量不要再空腹的时候 那甚至有些医师会 合并一些胃药的合并使用 难怪像我们在看医生 不是有药袋吗 通常有些药上面还有父母胃药 然后或者是提醒说 一定要饭后再吃药 就是担心有这个状况 发生在我们的胃病这边黏膜起来 然后产生胃的一些不舒服的状况 对 有可能的 好 那所以等于是基本上 刚刚听到 因为现在男生居多 然后姿余姐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们都是女性 很多女性最头痛就是 为什么生理期也会头痛 我想问一下那个医师 我们女性在生理期前后 她的女性荷尔蒙跟黄体素 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出现 这样落差可以造成一个血管 异常的一个筋软 甚至可能造成肌肉异常的筋软 所以有女性朋友是表现在 筋痛就是下腹痛 那有相当的女性朋友 她是表现在头痛来呈现出来 实际上跟荷尔蒙的落差 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它跟贫血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都会认为说 是不是贫血啊 所以头晕晕的 然后因为生理期期间 而且又大量失血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贫血 所以说男性朋友 应该多体谅女性同胞 真的 每个月的这段时间 互相体谅一下 不要太勉强 一定要约女朋友出去看电 好 她不想跟你出去看电 是真的是不输 不是说讨厌你 所以她跟贫血 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吗 还是有连带关系 不一定是贫血造成 光荷尔蒙落差就可以 就会造成头痛了 会有一点晕晕 昏炫的感觉 是 所以等于是生理期会 头痛也是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反应的方式会不一样 对 很好 所以呢 再来 好啦 大家刚刚有提到就是 出用力的时候也会头痛 就是因为那个 用力的部分是什么原理会头痛 是 当你在用力搬重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要继续处理 各位看举重选手 他顶上来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 看到他的脸红脖子出 对 脏红了 有对 其实意思是相类似的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你的血管 大量把血流送进来 那血管里面承受压力会比较高 那血管旁边很多次 我们的脑细胞 还有旁边的肌肉细胞 都会造成 都会感受到这样的一个 膨胀的一个张力 那会造成一个头痛的可能 所以等于是 我们如果说有头痛发生的时候 要先找出原因 是什么原因造成头痛 是我生理期来了造成头痛的 还是我刚刚搬中午造成头痛 对不对 可是好啦 因为刚刚有问到说 真正会头痛的 会去看医生的只有文杰和幼影 对不对 那我本人甚至有头痛 可是我也是很贴齿啊 就是不看医生的 那到底头痛我要看什么 是脑神经外科呢 还是要探什么科呢 这个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疑问吧 是 在大医院里面 它是属于神经内科的 神经内科 我们还是强调说 头痛一定要找出原因来 那头痛原因千奇百怪 对 那有些是属于实质器官上病变的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 现代的仪器设备来做检查 那当然也是可能 挂号之后请神经内科医师 看你的病情需要 再安排适当的检查 可是大家听到神经内科 想说是不是精神有问题 神经内科 那是精神科 就很害怕 刚刚希儿也讲是精神科 那是精神科 精神科和神经科不一样 神经内科 神经内科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 如果遇到头痛的话 可以看这一科 那我想问一下四位 头痛的取不去治疗的话 你们觉得 可能会有什么一样的状况 你们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假设说好我头痛 你觉得头痛不去处理 危险的话 会拿中风吗 还是什么 好我先从夹犬 你觉得 头痛会演变成 可怕的什么疾病 你们猜 就是暴毙吧 暴毙 你猜会觉得是暴毙就对了 不是有 因为我那个工程师 他就是加班加班 有一次就突然 他是过劳吧 过劳 好好 就那一次事件之后 大家都想说 你会不能乱加班 会暴毙 好 你的认知 那文杰呢 你认知头痛会严重到 可能会怎么样 脑癌吧 脑癌 对啊 这么严重 因为他就可能会跟你讲 你头痛可能就是 代表反映说 你身体到底是哪里生病了 过度 对 所以你觉得可能会严重到脑癌 就是癌症 癌症就是 对 那又癌呢 你觉得 我觉得 应该会好吧 应该会好 所以应该 头痛应该不是病 对不对 心病比较严重 对不对 因为你还在曾经 在失恋的过程当中 你不是说相思病吗 对 好 所以你觉得应该会好 对不对 没有到那么严重 对不对 不要把它想太复杂 对不对 这是你的想法 好 那志余姐你觉得呢 真的是头痛到很严重 一定要看医生 因为有时候你没有检查 你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对对对 所以还是要乖乖的 如果真的是 那个频率越来越高 或者是次数越来越多的话 其实还是要看医生 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张医师 刚刚大家都讲说 哎头痛不治疗 可能会脑中风啊 或者是脑癌啊 然后怎么样 会暴毙啊 到底头痛的话 如果真的不去处理它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的严重心 我们头痛的病人 比较怕说 如果合并到 比如说 嘔吐啊 恶心啊 甚至就是说 看东西 你一个影像变成两个影像 叫副视 甚至说会出现 瘦化口齿不轻 真的流口水下来了 甚至有一次 半变手脚就瘫软掉了 会这样喔 这样讲我们就要怀疑 是不是有可能是脑中风 或者说颅骨里面有一些肿瘤 那如果病人 刚好是有外伤的病死的话 可能不久前有跌倒过来讲 那更小心的是颅内压升高 这些都是会影响到生命安全的 这样这样来讲 我们就要赶快到神经内科 或是急诊室要赶快做 括号的动作了 所以等于是当年有刚刚医师讲的那些症状 其实都已经是病入膏肓了 应该说是很严重了 就是要小心说头痛 如果看到肩看到这些症状的时候 就要往这边来讲了 那会不会有些族群是属于头痛 或者是头痛引发的一些疾病的高危险群 哪些人要注意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头痛的经验 那头痛起来的时候 我常常觉得说 除了找适当的科别来做检查以外 有医生来帮你做专业的判断 其实最重要是生活作息 生活作息正常自然都降低 这些比较严重病发症的后遗症 比如说饮食的清淡 適度的运动还足够睡眠休息 当然头痛其实就是在 你的大脑在告诉你说 我现在就是要休息了 我已经缺氧状态了 你就是不要再一口茶操下去 不能再把我的身体操下去 就变成是说头痛它是一个警讯 就是说有可能是你作息不正常 你半夜熬夜 然后身体负荷太重 所以他用头痛的方式去反应 或者是我们工作太劳累 用头痛的方式去告诉你该休息的 所以基本上 其实我们要把作息 饮食 然后调理正常 运动 基本上头痛的频率效率要降低一定会降低很多 可是如果真的遇到头痛了 我们又不想吃药 你们有什么方式可以做缓解的 是我们中医除了说口服的用药以外 当然还是可以寻求一些专业的中医师 来帮你做一些处方啦 甚至胃窖 那我们还有就是穴位 当然到中医诊所去他会帮你用 针灯方式帮你治疗 那我们等一下就介绍一下一些穴位 我们手边 就在手上 在脚上 甚至在我们的头上常用一些穴位 来跟各位来宾跟观众做一些介绍 所以你是透过穴位 我们可以自己来按摩吗 是的 很多人就觉得说老实说 因为中医师的存在就是他们认识这些穴位 然后我们没办法当中医师 就是我们不懂这些穴位 永远记不住你看我们旁边这个同仁 身上这么穴位到底有几个 361个穴名 361个我们一天记一个也是很辛苦 要不然可能第一天记 圆旦记第一个 然后到最后一天可能也忘记第一个 哈哈哈 对不对 是啊 等于是我们的穴位这么多个 我们怎么可能记得住 所以我们中医师的存在就很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要教几个穴位是大家好记 好记 然后不会难找的穴位 因为其实很多穴位 其实我们真的很难找 摸摸摸到底在哪里摸不到 对不对 好那我们先从头部开始的话 要从哪一个穴位开始介绍 这一个 是不是我们先几位来宾来做示范一下 当model 让你来安安看对不对 谁想要当model 文杰 好的 那我们就请我们文杰 来当我们model 来示范咯 我们要站起来示范 头痛位置 每个人头痛的地方 有所不一样 那有人是在头顶痛 有人是在两边的头痛 有人是在后脑痛 有人是前额痛 所以我们在用的穴位上 是有所不同的